昨天星期天从旧金山连续开了十几个小时开回来 今天凌晨快三点钟才到 今天又七点钟起床 现在又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Santa Monica去上课 其实是蛮累的 去旧金山玩了三天 路了三个晚上 路上大概花了一天多的时间 今天是5月15号 星期一上课的路上 中间也没有太怎么练 忙嘛 然后又去旧金山了 然后旧金山这几天也忙得够腔 就是安排得很紧 然后还出了蛮多的状况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的话就是课堂上的东西没怎么去准备 没怎么去练 同学帮我录了那个视频 然后我也在网上找到了那个 我们那场Sing的那个原因 大概有听一下 现在在校正下这个发音 反正这个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 校正的过程中就是反而会觉得影响了说的那种感觉 其实现在还蛮怀疑自己的 就是各种东西都已经固定化了嘛 你语言啊 这种说话的习惯和你那种可学习的这种能力啊 程度啊都是有限的 所以的话是有时候有信心 有时候又觉得挺没希望的 感觉到有信心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基本上就是觉得比不学要更好 不学的话肯定是越来越糟 那学的话会更好一点 然后学的更多一点的话 可能跟周围的人相比来说 会进步的更快 会让人让自己会更刮目相看一点 或者是让自己甚至惊讶一点 但是你说打到那种特别好 那还是真的是有点 确实有点晚了 所以这个很矛盾 那要不然就不要去看这个 就是悲观的这个一面 negative的这一边呢 就不要去考虑 还是从积极的这面去看吧 因为你不学肯定是越来越长 但你学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好 那你好到一定程度 上升到一个质变的话 你可能又会得到新的一些帮助啊 或者说是一些信心 就不再去怀疑自己了 或者说是至少你达到了一个 相对满意的程度 虽然说是正能量 要积极要积极要积极 但是你很难避免偶尔这些负的能量会跑进来 就使得你停顿停滞 然后怀疑自己这些 只能自己让自己吧 靠自己 当然还有就是 就是无形的有形的朋友的这种鼓励啊 也会有帮助 比如说看我的视频的朋友 你也有同感的话 那你也可以给我一些力量 对很感谢大家 乌蒙蒙的Downtown 今天的气温就我们 我住的呢和那个Santa Monica的气温差异很大 相差最热的时候相差了差不多20个华氏度 已经下课很久了 我已经都回到这边了 现在已经是两点钟了 一点钟下课 其实没到一点钟就下课了 然后刚刚去加油 去三番呢 就是单程就一箱油 就刚好跑到那边 然后回来又是一箱油 所以两箱油用完了 今天刚刚又快没有油了 然后又去嫁 今天本来以为很困的 后来现在还好 然后回来的路上反而是很困的 今天上课的学习到的东西就是 不要去添油加醋 加那些表演的东西 还是要从对方去获得你的情绪的反应 和你的就是不要假设你已经知道 不要带有预设的那种结果 就是我知道我最后我是说服了他 他给我签了字 Chris给我签了字 这是结果 但这个前面这个整个过程是你要 说服他 让他去做这件事情 你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 所以还有就是让他知道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不道德的 所以是要说服他 要他来签这个字 所以完全是要看对方 而不是你设定好了我要生气到什么程度 然后怎么样 而是你看对方 如果他很冷漠 那你可能你会把你记得 可能你一开始要让他知道自己的问题 我们共同 我们是在同一艘船上 我们要该怎么办 然后他给你什么 然后接过来 然后再丢过去 这样其实不容易 就是说其实你知道的结果 你要做到就是 好像是你正在进行这个说服 然后达到你的目的 没有那种假设设定很难 但是就需要这样去做 还有就是今天上课前一开始的repeat repetition的话 我虽然有就一次的jumping in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就是没有太去想太多 然后而是去说说说说 反正感觉还可以 给我一个正面的反馈 下节课开始老师说就会加一些reality doing 就是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剧情里面 你正在做什么事情 但今天上课的时候 也有一对同学已经开始就差不多进入这个 但是没有道具 那没有道具的时候 老师就指出来 没有道具 你就不要指着那个空的东西来去表演 你就还是不要去指东西 你就用话看着对方来说 去陈述去描述那个东西 而不是去指着那个东西 这也是就是经常我们audition的时候 要非常注意的地方 就是不要去做一些空的假的东西 你要有的话一定要是真的 比如说吃什么东西 别假装是筷子空的夹了一个东西 假装在你夹的东西 而是要你拿个糖 你可以拿个什么别的东西吃的夹进去也可以 然后补充一下 老师讲的就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要尝试去打开你的情绪的一个阀门 就像我还有一些同学是平时就是感觉非常nice 非常不去发脾气啊 那种或者不会过于激动啊什么的 这些的话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表象 就可能你并不是你没有气 你的心里没有气 你有气只是压住了 你由于你的角色的原因 由于你的教育啊 你的家庭你的环境 使得你去压抑这些东西 但是在作为演员 很多时候你要演一些角色 他是那种一怒一爆的那个人 那你如果从来就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你得去自己练习去打开那个阀门 就是打通那个情绪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将来有机会去 不需要借助太多的外力来去打到那样的状态 所以我那个对手的同学就老师跟他说你可以拿那个枕头啊 在家里啊在适当的时候去发泄一下包括动作和声音可以喊出来叫出来 去打开你这个情绪的发泄一下 那我觉得我也需要因为我也是跟他差不多就平时很少去就是发泄啊那种爆发 但是真正的要拍一场一场这样的戏你要表现出来 还真的不是那么自然 所以的话也要尝试的去去去去去去练习就是要去体会 就他说你要找一个安全的地点时间确保就说你哪怕你放开了也不会遭到别人的投诉啊这样的情况 拿枕头拿棒子啊打哇哇就是打出来说出来喊出来那种感觉 我都回到家了